咖啡亚洲2015在并海湾青沙举行 今年的活动盛况空前 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长家 在这里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展示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今年咖啡亚洲2015 三天展出人数共达1万人次 展出活动内容较往年来说有更多新的变化 最瞩目的呢 有四大亮点 第一呢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拉花新加坡国际拉花比赛 还有我们的那个新加坡Brewers Cup的那个比赛 还有第一还有两个主要的那个亮点呢 是我们的烘焙比赛 还有最后呢就是那个意大利 那个冰淇淋的一个项目的比赛 所以有四个比赛 同时进行 今年活动展览中 最令参观者瞩目的产品 莫过于自拍咖啡打印机了 将照片数据传送至打印机 机器将根据传送照片 重新定义照片大小 将其打印至食品饮料表面 在我们研发的过程呢 我们是主要针对年轻的顾客 然后因为呢 我们发现到现在年轻的顾客 他们是蛮喜欢在网上分享 他们一些点点的低调 然后这一次呢如果可以看到他们自己的照片 在咖啡上面应该是蛮有趣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产品呢 可以针对这个咖啡的行列呢 有一个有感到的产品 除了寻求商机的业内人士外 这次展会上还有业余咖啡爱好者的身影 我个人是一个咖啡爱好者 就是为了咖啡 在这个展览会 然后这个 如果这个展览会 可以看了比赛 然后看了很多产品 因为 这个 我会知道很多 就是咖啡 当然也有 工程啊 就是 材料 甚至是 它必须 算是很大的生活 咖啡亚洲2015 对于咖啡和产业爱好者来说 是一次了解产品的好机会 而对于整个家来讲 也可以促进锅后 促进帽子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明年的互动吧 不赞 Brown D 好 是